各位大家好 御明星 因為接下來這個東西 當然跟我們之前的常態分配 還有中央極限定理都有直接的相關 但是它更特別的是 它變成是一種 我們開始進入所謂的推論統計這一塊 我們之前談了很多都是敘述統計的部分 開始接著要談推論統計 推論統計第一個我們要接觸的就是信頼區間 什麼叫信頼區間呢? 這個概念就是說 記不記得我們剛考完的中央極限定理 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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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考驕齁 什麼極限定理有沒有印象? 剛考完誒 蛤? 它有一個 它有 公式 公式 公式不是重 關鍵 外面呢? 然後是 這個 橫體 然後會有差異 就是要我們做許約座的話 它就是要修正 有沒有 修正什麼? 就是有什麼 跟奧法的量子自身平均 跟那個 餘體的 變異數還是變異 一個變異 就是你抽樣出來 抽樣出來之後 抽樣出來你去算它的平均 就是抽樣出來那一組的平均 對不對? 可能可以抽 可以抽很多組對不對? 假設你把所有的抽樣都抽出來之後 把那些抽樣的這些樣本 所有的主數的樣本的平均呢 它會 它會另外再得到一個什麼? 再得到另外一個分配 得到一個distribution 那個distribution也是一個常態分配 但是那個常態分配 就是樣本的 那個常態分配 每一個分配都有一個隨機變數對不對? 每一個分配都有隨機變數 那假設你原來的母體的隨機變數X 是所謂的像我們中山大學的 這個學生的年紀 那學生的年紀就是一個隨機變數對不對? 那你從中山大學的學生裡面 再去抽樣 去抽 假設抽20個人一組 或30個人一組的這個樣本出來 那你去抽很多組很多組 因為這樣的組合可能非常多嘛 那你把這些所有的樣本 取出來之後 取它的年紀的平均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是年紀的平均 當成是另外一個分配的隨機變數 那這樣子以年紀的平均 當成隨機變數的這樣一個分配 它也會是一個什麼? 也是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但是這個常態分配 跟我的母體的常態分配會是什麼樣? 它的平均數會一樣 但是變異數呢? 變異數就是剛才說的 它會跟母體的變異數來說 它相對會變小 是母體的變異數 或是母體的這個標準倉3跟號m 是不是你們上禮拜剛考了嗎? 所以顯然下次情況好 不用讓你們帶小超了 要讓你們好好費清楚這些東西 對啊 不然你們帶小超 就這個基本的意義都不懂了 或者以後我們不會考定義 那麼簡單的概念 那叫你們類似用舉例的方式去舉一些例子 所以說觀念也很重要 不是只有計算 很多數學統計的概念都一樣 觀念要知道之後 你再去算才有一個意義 不然你只知道算 有時候你畢業之後 假設碰到問題 老闆要你解決一個問題 你只知道算 但是你沒有懂基本概念 你怎麼知道怎麼樣把某些特別的觀念 可以應用在解決一些特別的問題上 所以最 fundamental 最基礎 還是觀念也要搞清楚 不是只有算 算當然很簡單 現在說的算 包括你用軟體 用 variables 怎麼計算都很方便 所以算不是問題 所以你在那邊觀念你們 好 所以中山極限定理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假設就用在我們剛才的例子 我們這次考試應該也有考過 假設就是說中山大學的 中山是考的第十升 反正就是假設學生就好了 中山大學學生的年紀 當成是一個隨機變數 那它應該可能會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這個常態分配的情況之下 你去取樣 對不對 假設今天取三十個人一組 那你可以把這個三十個人一組的 樣本的平均數 它是變年紀的平均數 當成是什麼 當成是另外一個分配的隨機變數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它就變成一個 中山極限定理的概念了 好 所以我們上次考試就問你說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continuous的 連續的什麼 連續的機率分配 因為常態分配也是一個機率分配 它是一個常態的分配情況之下 我說那你取了這樣子的一個 三十個人一組的樣本 那年紀小於二十二歲的機率有多少 是不是 我們只是上禮拜的啟動考試考這樣嗎 那年紀小於二十二歲的平均數 這個年紀的平均數 它的機率要怎麼算 這是怎麼樣 也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當然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標準 變成一個標準常態分配的概念 去查表 不然的話當然如果我們用Excel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Excel打 直接打它的這個常態分配 因為你知道這個常態分配 它的平均數 它的標準差 那你可以 因為它是一個continuous的 所以你要算小於二十二歲的機率 那小於二十二歲的機率 基本上就是算什麼 小於二十二歲的 半邊的面積嘛 我們不是說機率就是一個面積的概念嗎 有沒有印象 加入 有沒有印象 有嗎 確定了 機率就是一個什麼 因為你今天是continuous的一個隨機分配 所以它是什麼 它要算機率的話是算面積 它不是像discreet的 discreet就是不連續的 不連續的話 你可以特別挑某一個隨機變數 像S如果是二十二歲 那就是二十二歲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某一個特定的一個值 如果是不連續的話 它可以對應到一個機率 但是如果今天是連續的話 那這時候你不是說二十二歲 對應上去的那條曲線的值 就是它的那個機率 那個值是它的機率密度 對不對 那它的機率密度不代表它的機率 所以你要算它的機率 是要算它的面積 對不對 這個都是我們在其中考之前考的東西 好 那現在回到這個所謂的信貸區間 那我們剛才那個問題是說 你取了這個三十個人一組的樣本出來 那你去算它的平均數 對不對 那我們只是在之前的這個 搞中央極限定理的時候 就是說 那因為你知道通常會給你母體的平均數 也會給你母體的標準差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你抽一個三十個人的樣本出來 這個三十個人樣本的年紀的平均數 如果是小於二十二歲 那它要問你機率是多少 對不對 大概類型的 我們上次考的類型的題目 或者說解決的問題的題目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反過來 現在反過來就是說 我母體的平均數不知道 就是母體的就是說 像我們的中央大學學生的 年紀的平均數假設不知道 那但是三號 我知道這個母體的標準差 這個有點掉回 我不知道平均數 但是我知道標準差 現在不管怎樣 那些 given這樣一個條件 那我從中央大學這些母體的 這個學生的人數裡面去抽一組三十個人的樣本 然後我會得到這三十個人的年紀的平均數 假設它的平均數是 可以講 假設二十點五歲 那這個二十點五歲 這只是一組的樣本對不對 清楚喔 這只是一組的樣本 那這一組的樣本跟我真正母體的平均數 有沒有差別 不知道啊 是不是不知道 因為你母體的平均數這時候是沒有 不知道的 是未知的 所以你去取 從母體取一個樣本出來 去算它的平均數 這個樣本的平均數 跟我的母體的平均數 到底之間有沒有差別 那有沒有差很大 一個問號 Who knows 但是三號我知道它的標準差很多 母體的標準差多少 那這樣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統計學家 他就會覺得說 因為 再會我們就提到 你如果單純只是量測一個值 那就是一個叫做point 因為一個平均值 年紀的平均就是一個固定的點 對不對 二十點五歲就是二十點五 那就是一個點 那個是一個point 這個二十點五跟我真正的平均數的那個點 這兩個點之間到底具 誤差大不大 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所以 所以這樣子估計 你沒辦法 沒辦法交代給你的這個老闆 或者說假設你現在問你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不好去回答說 我三十個人的樣本取樣出來二十點五歲 這二十五點五歲 可能就是代表我們母體的平均年紀 就是二十點五歲 二十點五歲 這樣講又太怎麼樣 太 太 太偏頗了對不對 因為你只有抽一組三十個人 那中間大學學生多少人 中間大學學生多少人 九千人 九千人你抽一個三十個人樣本 就是說這個三十個人樣本的年紀平均數 跟我們母體的平均數 會很接近 或可以代表他 那這個是不是有點偏頗 或是有點 有點怎麼講 太狂妄 是不是亂講 有點亂講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 嘗試用一個區間的概念 因為這個二十點五歲抽出來 三十個人的樣本 抽出來他的年紀平均二十點五歲 他是有點不確定性的因素 因為這二十點五歲 跟我的母體的平均到底差多少 他是有個uncertain 不確定性的因素在哪邊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度量 這樣子一個不確定 這個不確定到底二十點五歲代表多少不確定性的因素在裡面 所以統計學家開始就會用所謂的信賴區間 我要用這個取樣算的樣本來推估我的母體 推估我的母體的平均數 到底是不是在某一個區間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推論統計 所以他是在用一組樣本的資料 來回推母體的這個 還要量測的東西 到底是有多少的機會是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推論的概念 所以信賴區間就是我們在談推論統計的第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談的是說 假設你的sigma就是標準差以致的時候 我們要求出樣本的平均數它的一個信賴區間 那當然這邊還有後面其他的 所以我們看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先看第一個部分 就假設你的母體的sigma一致 那我們要算這個平均數它的一個區間是多少 好 那這裡面我們其實剛剛也今天談到了一個叫做點估計的概念 Point estimation 點估計的概念就是我來 他這邊有談到參數 這個參數跟統計量 這個我們之前好像 他第二章來第一章也有提過 你的樣本的側度 就是你是取樣出來的那個樣本的側度 那個側度不管是算平均算標準差或怎麼樣 這個叫做統計量 樣本的側度叫統計量 那母體的側度呢 一般就叫參數 這個應該有學過啦 我記得剛剛第二章來提及到你談過這個問題 定義啦 這個名詞的定義 所以母體的側度 這個側度就是measurement 就是它要量測平均數也好 平均數代表集中程度嘛 那邊因數或者標準差代表什麼 邊因數標準差代表什麼 它的資料的分布的疑散的情形嘛 所以母體的側度叫參數 不管它今天是平均數或標準差 這個都叫參數 那樣本的側度叫統計量 那所以這個point and dimension呢 是估計參數 那估計參數是什麼 參數是什麼 母體的側度 我用一個樣本 用一個樣本的統計量 那這個樣本的統計量可能是一個點 是一個point 一個點估計 這個就一個點的估計 我們要來推估 推估參數這樣一個數字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叫 它是一個point 點估計的概念 就像說我們剛剛說過 你用樣本的平均數x bar 去估計母體的平均數mu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30個人的學生 他的樣本 他的年紀的平均數 你要推估9000多人的平均數 母體的平均數mu 那這樣就是一個點估計的概念 它是一個點 它是一個點 所以point estimation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是用樣本 樣本的統計量x bar 來估計母體的側度 母體的平均數u 就是它的參數 這樣一個概念是點的估計 那這些估計的量 這是統計量 你去做這個從樣本的 算出來的結果 去推母體的這個統計量 有一個叫做它的那種估計 或是它在這個做 對它在去做estimation的情況之下 它這個算的方法 就叫做估計式 estimator 就是我用這個公式 estimator其實是一個公式 我用這個公式去估計 從樣本的結果去估計 母體的結果 那這個算 因為統計量我們剛剛說過 統計量就是樣本的側度 所以你用樣本的側度去計算 這個計算的公式叫做估計式 那這個估計式算出來只是一個點 只是一個點 那這個點就是點估計 然後又來估計什麼 估計母體的參數 那母體的參數 如果以平均數來說就是Nin 好 那用樣本的側度 來估計母體的參數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種 可能會有很多種算法 像我們說平均數 我們說過母體的平均數 主要是代表的嗎 這個母體它的資料的集中程度 對不對 這是它的集中程度 那這個集中程度的算法 我們之前有說過 平均數當然是最直接的一個算法 但是其實還有其中 還有很多其他算法來算什麼 算它的集中 這個資料分布的集中度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什麼 中位數 有沒有 中位數定義是什麼 中間的數 好 很簡單對不對 中間的數 重數 平均數 就是相加除以Nin 對不對 所以這些這三個 都是算母體的什麼 集中的側意嘛 那所以有這三種 假設我們學到這三種 當然我們其實好像之前還學過 這三種比較常用來算這個 資料的集中度的方式 這個三種都可以是一個叫什麼 estimator 是一個估計式 它可以是估計式 但是我們今天要算的這個估計 要估計什麼 是估計母體的測度的什麼 的平均數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用某一種 estimator來估計母體的平均數 那當然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用樣本的平均數 你要估計母體的平均數 當然就是用樣本的平均數 去估計它 那個是比較好的一個估計方法 你總不能說今天我用樣本的中位數 去拿來做估計母體的平均數 因為它基本上雖然都是量測 所謂的資料的集中程度 但是它的定義是稍微不一樣的 今天如果你的分配不是常態分配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什麼 左邊寫或右邊寫 這個考試也考過啦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是不是就不太適合用中位數來estimate 用樣本的中位數來estimate母體的平均數 就會有產生過偶差 所以這邊 課本提到就是說 比起中位數重數 我們利用樣本的平均數 來估計母體的平均數 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estimator 比較好估計式 當然這是一個很直觀的一個求法 所以這種estimate當然算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還是點估計的概念 至於estimate這個是有什麼樣的性質 通常要找一個比較好的estimate 有三個性質 這個三個性質當然也不是我們需要去擔心的 因為這個統計學家他們要去想辦法 如果你要找一個良好的估計式 當然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估計是都很簡單 不外乎就是平均啊還有什麼比例啊 也許我們會談到一個proportion 就是成功的比例的概念嗎 或者是所謂的變異數或標準差 我們大概關心的大概就是這幾種測度而已 這幾種測度 那良好的估計式 像我們剛剛說過 樣本的平均數 就是一個良好的估計什麼 估計母體的平均數 是一個良好的estimate 那所以良好的estimate有三種性質 第一個叫不偏 unbiased 第二個叫做一致 第三個叫做有效 那這個什麼叫不偏 什麼叫做一致 什麼叫有效的概念是什麼 我們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說這個不是 對我們來說我們不是統計專輯的嗎 我們值哪一用 所以這個大概是統計學家擔心的 所以我們這三種所謂的良好的估計式的概念 估偏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他算出來的結果跟他的期望值 我們上次有說過什麼叫期望值 什麼是叫做期望值 期望值其實就是 就是平均數 簡單就是平均數 期望值 mx就是這個平均數 所以你用樣本數的樣本去算出來的 就是這個估計算出來的這些數值 他的這些期望值 因為你看他說期望值其實就是平均數嘛 對不對 他其實就會跟你所希望估計的參數 會比較一致 就是他用這個estimate算出來的 這些估計的東西 跟你真正母體的這個 要真正去量測它的側度 就是平均數來說 他是一個比較好的什麼估計 所以比起中位數重數 你要估計母體的平均數 當然你就是用樣的平均數去估計他 他會比較什麼 他的期望值會是跟他一致嘛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中央極限定理不是有談到嗎 中央極限定理就談到 你去取樣取出來他的平均數 這些樣本的平均數 跟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Eventually如果你全部把它取出來 是應該會一致的嘛 這個就是一個良好的一個 這個叫普偏的 普偏的一個估計的概念 這樣知道嗎 就是你的期望值 這個estimate去算出來的這些東西的期望值 會跟你的期望的估計的參數 是母體的參數 那母體的參數 我們這時候談的是什麼 平均數 他會盡量計入相等 那這個就是普偏 那另外一致呢 意思就是說當你取樣的樣本 注意越多的時候 他的這個estimate會根據他的 跟他所希望估計的參數會盡量會一致 會一樣 那最後有效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你用可用的這些估計參數來統計量 相對來說是有最小的變異數 所以這個反正重點就是 這三個說實在你稍微知道最好了 所以如果你聽到人家說什麼叫良好的估計是 基本上就是有不偏一次跟有效的三個 我這三個的特性 那這三個特性 一個當然就是你當作我期望值會記錄一次 樣本數越多 他會跟進他的 會趨近於他的參數 那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用最小的變異數 估計出來最小的變異數 那這個就是有效的概念 好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點估計他只是估計出一個點 那這個點跟我的母體到底差在哪邊 這個點估計跟我的母體到底 真的要估計的這個測量 他的這個參數到底距離有不遠 說實在沒有一些方法 你可以事先知道 除非你是 除非你TotalB TotalB這時候知道 母體的平均數是多少 已經事先知道 那藥粉的平均數算出來 你剛剛就可以知道距離多少了嘛 對不對 所以Eler就是你TotalB 突然你就是 你就是大 你就是誰 對不對 那誰知道 這個母體如果一旦很大的話 你怎麼會是事先知道 所以你沒有方法可以知道說 你的點估計跟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就是母體的這個參數 到底距離多遠 距離距離多遠 所以既然點估計他沒有辦法去讓你事先知道 這個我藥粉量測出來的這個統計量 這個統計量就是藥粉的平均數 它跟我的母體的平均數到底差很多人 都不知道啊 那所以我們是好用什麼 那統計學家他們就用區間的概念 那區間的概念裡面就會去 去把這種所謂的uncertain 就是不確定的概念 或機會的概念就把它納進來了 所以我們會用區間的概念 那這個區間的概念我們就可以說 像說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30個人的抽樣 30個人的抽樣 我今天抽出來的假如剛剛說20.5歲 25.5歲是平均 是他的這個30個人抽出來的平均數 那我可以說 那我可能在某一個區間裡面 我相信他 這個我的母體的平均數 是落在這個區間 那我們剛剛說樣本抽出來是20.5歲 我可能是20.5歲正負二 那20.5歲正負二是多少 那這樣如何 18.5到22.5 好 18.5到22.5 對不對 那我可能就說18.5歲到22.5歲 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是什麼 我的母體的平均數可能就落在這裡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比較有彈性啊 我就比較有彈性去跟人家說 我雖然不確定20.5歲到底是不是跟我的母體平均數是很接近 但是我知道至少你20.5歲正負兩歲這中間的區間裡面 可能會涵蓋我的母體的平均數 那這樣講有點是說 當然不是說推卸責任 這樣講有點是 他比較有一個彈性的說法 有一個彈性的說法說 誒 我給你明確答案 因為統計反而是沒有明確答案 但是這個 我給你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3號 我就可以告訴你說 誒 有很大的機會 可能我真正的母體的平均數就落在這個區間 那至於是落在哪裡 so what 我也不知道 統計學家也知道 看你沒辦法事前告訴你 除非我剛剛說的 你不是 不是 Total B 不然就是神 不然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就是用一個區間的概念 跟你說 好 我衝出來20.5 那政府2歲 18.5到12.5 這個區間有可能是 有很大的機會 有多大的機會呢 這個待會兒再看 他還是一個機會的概念 可能是有90%的機會 就是機率 或是有99%的機會 我的母體的平均數會落在那邊 但是即便是99%的機會 會落在這個區間 他是不是還有1%的機會 不會落在那裡 還是有機會 但是反正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好 卸責 推卸責的方法 說你還是有1% 對不對 有可能 所以他喜歡用區間 統計學家要用區間的概念 好 所以這邊提到說 參數的區間 參數我們說過 參數就是母體的什麼 母體的側度 那我們這邊談的母體的側度 是平均數 所以參數的區間估計 叫做Interval Estimate 就是區間 他這是要來估計什麼 是用來估計他的參數區間 或是他的範圍 注意看 這個估計 這個區間的估計 或許會 或許不會 包含他所希望估計的參數 這個就很厲害了對不對 這個就是標準的政治家 或是政治人或是誰 或許會或許不會 都讓你講完 或許會或許不會 就這樣 世界上就是或許會或許不會有的地方 但是他會有一個機率的概念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 假設20.5歲你取樣出來 18.5到22.5 或許會包含我的母體的 這是真正中央大學的學生的年紀 平均數 或許不會 或許你年齡都更大一點 不在這個區間 但是他會有一個機率的概念 他會給你一個機率 就是他會談到一個信心 他會給你多少信心 這個信心就是一個機率 你對某個人有信心 代表你認為他成功的機率是不是很高 就是這樣子 信心就是一個機率的概念 所以這個區間 有可能會包含我的母體的參數 或者是不會 或者是不會 但是或許會或許不會 我們會用一個區域的概念 來呈現它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叫區間估計 好 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區間的概念 區間估計的概念 區間估計的概念 跟點估計是不一樣 因為點估計只有一個點 它區間是一個範圍 而且區間它會告訴你 有可能有多少機率 你的母體的平均數 就會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OK 區間估計有沒有問題 這樣概念懂嗎 懂了 知道嗎 好 那區間估計 我們要談的接下來就是 這個區間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信賴區間 就是我們相信它的信賴區間 好 那這個區間當然理論上會有什麼 會有兩個數字嘛 一個就是最小 就剛剛說的18.5 那一個最大就是22.5 所以一個區間一定會包含兩個數字 所以兩個數字才會包含一個區間嘛 對不對 那大家說過啦 這個區間不是包含就是不包含 就剛剛說的 它有可能會涵蓋我的參數 有可能不會涵蓋我的參數 但那個是機率的問題 那這個有可能包含或不包含 那我們就是說信心 那這時候我們會有包含這個參數的信心程度 這個信心程度 我們把它用成百分比的概念 就是利用機率的概念 我們對這個參數區 對這個信賴區間 有沒有包含這個我們的母親的參數 它到底是不是那麼有信心 我們是用一個百分比的概念 這個百分比的概念 就是一個信心程度 那當然也可以說它就是一個機率的概念 因為百分比 機率一般就是百分比的概念 我們可以事先指定 我們可以事先指定說 我要百分之九十的信心 要能夠把這個區間 能夠包含到我的所謂的母體的參數 包含母體的比例數 那我有九十Percent的信心 那當然另外十Percent就是什麼 就是不可能 所以大概九十 因為機率的概念不就是加起來是一嗎 所以不是包含就不是 破就不包含 對不對 所以這個信心程度 你要可以事先指定 你要是九十Percent還是九十五Percent還是九十九Percent 那如果你要一百Percent 如果要一百Percent 那這個區間會多大 區間就是從不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就是把全包就對了 如果你要百分之百大就這樣子嘛 就是這樣 你要百分之百 你夠把這個區間能夠包含我的母體 我就從最無窮大到 或者說這個母體的 你知道母體的最小跟最大 你就是把這個區間全部包進來就對了 那那個是有沒有意義的 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那樣的Information is nothing 等於是沒有任何Information 所以沒有再說百分之百的包含 所以我們一般大概就是信心程度 可以大概是到 一般常用就是九十九十或九十九這幾個東西 那信心程度當然就跟你的區間大小會有關係 剛說過百分之百就很大 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百分之九十九呢 或者九十九跟九十percent的信心區間 你認為這個區間會包含我的這個 這個母體的參數的時候 你認為九十percent的信心程度的區間 跟九十九percent的信心程度的區間 哪一個會比較大 用邏輯向下 用直觀的邏輯 九十九percent 或者說九十九percent跟一百percent 哪一個比較大 當然一百啊 一百就全包啦 所以一百的信心區間當然就是最大啦 那九十九percent呢 就稍微再縮進來一點 然後呢 九十percent的信心區間 它可能就會怎麼樣 再縮小一點 所以你的信心區間越小 它的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它的這個信賴區間 就會跟著越小 所以 它這種所謂叫做有得必有失 有得必有失的概念 就是你增加的這個區間 來包含母體的平均的信心 會可以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讓區間更寬 因為你要有更寬的區間 才能夠 你才會有那個信心 能夠包含到我的母體的參數 因為你要信心高 所以你就必須要能夠包容四海 你要這個 要有足夠的信心 讓你這個區間 能夠包含我的母體的這個參數的話 用母體的平均數 我那個區間是越寬越好 我目的 我那個區間越寬 我的信心就越高嘛 是這樣 或者是說來 舉個例子來 或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丟飛鏢 有沒有丟過飛鏢 有沒有 有沒有丟過飛鏢 小時候應該也有玩過那個什麼 丟飛那個球 會黏在魔鬼陣上面那個 如果今天丟飛鏢 你會把你的標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靶 對不對 那個靶的範圍比較小 跟一個靶很大 你會丟中哪一個靶的信心比較高 一個很大的靶跟一個很小的靶 你丟飛鏢 你能夠把它丟進去就好了 哪一個信心高 大的啊 大的代表是什麼 區間比較大啊 區間比較大 你隨便亂丟都比較有信心 可以丟進去嘛 小小的你要瞄得很準 你還能夠丟進去啊 所以區間越小 你的信心越低嘛 就這樣啊 這樣懂嗎 所以信心區間 信賴區間的那個區間的大小 跟你的信心程度就是這個概念 你區間越大你越有信心啊 這個是某種程度 因為這跟取樣有關係 所以它也是一個隨機行為 那我們假設今天丟飛鏢 你是一個沒有訓練過的 你也是一個隨機行為 所以你可以用丟飛鏢的概念來看 越大的錶 越大的靶 你丟飛鏢的信心程度 你能夠丟進去越高 越小的靶 你的信心又越低嘛 就是這樣 所以同樣的啊 同樣的我們的信心程度 跟區間大小的概念就是 你的信心程度越大 你的信在區間又越寬 信心程度越小 你的信在區間就越小 OK 上新圖嗎 沒有 好 知道喔 這個 信心程度跟區間會有關係 那 那 好 這邊 反正這邊就講說 我們參數的這個區間估計 它有一個叫信心水準 英文叫competent label 這個competent label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利用這個信心水準 我們可以來決定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的範圍 而且我們認為這個區間範圍 會包含我們母體的參數 它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我們說過其實這個信心程度 就是這個信心水準 其實都是一樣的概念 信心程度就是一個百分比 它其實就是一個區間的所謂的信心水準 叫competent label 它其實就是一個機率 這個機率是指你這個區間會包含母體的參數的機率 所以它就是一個機率的概念 信心的這個機率的概念 它會認為這個有多少機會 我的這個區間會包含我的母體參數 那這個區間是怎麼來的 這個區間是從樣本採樣過來的 我只採一個樣本 我來推估我的母體 所以這個我們說這個叫推論統計 推論統計就是利用一個樣本的結果來推估母體 所以它是一個推論統計的概念 那最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信賴區間 叫competent interval 就是把剛才的區間把它更明確的話 就是英文它叫competent interval 這個信賴區間的概念 它怎麼去決定 它是透過樣本數據 再加上你的某一個給它的信心水準 這兩個東西決定之後 你就可以決定你的一個區間的範圍 所以根據你取樣的樣本的數據 再搭配你事先給它的信心水準 我就可以來決定說 這個區間的大小是多少 所以像剛才我們說 你取樣出來的這個樣本 30個人 30個人的取樣樣本得到的結果是 他說如果是20.5歲 這個就是根據你的樣本數據去算出來的 20.5歲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點估計 那我們不要點估計 我們要區間估計 所以我們先假設 好95%的信心水準 我們繼續算算算 怎麼算 我們待會兒再講 算出來它是正伏2歲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區間 18.5到22.5 就把它決定出來 那這個就代表說 因為根據我的95%的信心水準 我認為這個區間 我這個30個人抽樣所得到的20.5歲 它會正伏2歲 就是18.5到22.5 這過程之間 那這個信心水準就會涵蓋我們的什麼 好啦 要去搜尋嗎 好 那怎麼算呢 怎麼算 這個就回到我們的中央極限定 這跟中央極限定也有關係 好 這個是 上面這個是x 橫走是x x就是我們的隨機變數 那我們從母體的隨機變數 假設這個母體是像汽車松明也好 或者是我們剛剛說的中央大學學生的年紀 這個都反正就是一個學機變數 那這個東西我們從母體裡面去取樣 取出來之後 它的樣本平均數喔 有沒有 樣本平均數的distribution 它的分配 那它的分配 根據我們中央極限定理 它就會是一個 它還是一個常態分配 但是這個常態分配 跟我原來的母體的常態分配有什麼差別 剛剛不是就在誤你們嗎 中央極限定理 它的平均數 你看它現在的 這個新的分配 它的隨機變數變什麼 變x bar 變成是x bar 好 這個橫走是x bar 這個x bar 這個新的分配 它的平均數 跟我的母體的平均數 會怎麼樣 會一樣嗎 但是你看它有沒有比較瘦一點 比較瘦一點代表它比較集中嘛 集中的意思 我們是說用什麼量色 是用它的標準差嘛 標準差越小 代表它的資料越集中 所以它的sigma x bar 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用母體的sigma 除以根號n 那n是什麼 n是你採樣的樣本 個數 是不是 n是採樣的樣本個數 好 那這樣得到這個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之前不是在算機率嗎 好 那我現在假設 我要算一個 因為基本上是常態分配 對不對 那既然是常態分配 讓它一定是左右推秤嘛 左右推秤 那我現在以平均數為重心 以這個平均數為重心 我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橫跨出來 要讓它有一個95%的面積 那這95%的面積 當然就是95%的機率嘛 對不對 然後我要物理說 這個點跟這個點是在哪邊 這個是上市考試的方式 有沒有算 用Excel 有沒有算 這個點 這個點 然後但是我這個面積要95% 那95%當然 當然怎麼樣 要算它的機率啊 機率已經告訴你了 機率就是說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之間的機率 或它的面積是95% 那這兩個點怎麼決定 現在馬上考你們 你們會考 你們會算嗎 那不會算在表上 之前的學的還是一個聯目的 好 講到重點 Inverse 對不對 是用norm的Inverse去算 因為你知道它的平均數 你也知道它的標準差 當然可以用norm的Inverse 但是是要算多少面積 這個95% 因為它是常態分配 所以95%在這邊 那另外兩邊呢 以後我們會談到所謂的刷尾 兩個尾巴 常態分配一般就是 所謂談到左尾跟右尾 那左尾 這邊叫左尾 這邊叫右尾 那這個左右尾 因為是對稱的 所以這兩個面積 沒有包含在裡面的面積是多少 5% 因為全部是100% 所以這兩個是5%對不對 這兩個加起來 這兩個面積 這個面積加這個面積是5% 所以這個左尾的面積是多少 就2.5%嘛 是不是2.5% 2.5%再加95% 就是變成這個點 一靠左邊的什麼 所有的面積啦 所以95 0.95加上0.025 就變成是97.5 或是0.975 代表是從這個點 往左邊的所有面積 那這時候你知道它的 左邊的面積是這麼多的時候 你用None點 Invert 對不對 你就可以去反算出什麼 反算出這個點 到底是在哪裡 是這樣 這個是上次考試的範圍 有沒有印象 是這樣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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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這是上次考試的範圍 我就再看一看 其他人知道嗎 好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重點是在什麼 好 我們現在講 我們後來去算出來的結果 算出來的結果會是1.96 這個待會兒我們還會再算一遍 好 那所以我可以寫一個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我的S-bar S-bar小於μ μ就是因為S-bar是等於μ嘛 S-bar小於μ正負1.96的sigma3根號N 這樣子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的機率是0.95 總統這意思 就是我以X-bar 但是X-bar的平均 它的中間值也是μ嘛 就是母體的平均數字μ 對不對 所以我把μ加上 這邊就是 這邊算出來 待會兒會算出來 這個就是1.96的概念 就是這個點 距離我的這個真正的平均數 這個平均數 它的距離是1.96的標準差 1.96的標準差 那1.96的標準差 所以我這邊把μ加上1.96的標準差 再把μ扣掉1.96的標準差 就是這個區間的範圍 那這個時候 你S-bar是這個分配的隨機變數嘛 所以S-bar小於等於μ正負1.96的sigma3根號N 它的機率是多少 是0.95 這個問題 這裡 這個 其他人呢 我們來 0.95這樣知道 就是以S-bar S-bar是這個 我們現在看下面這個分配嘛 這個是取樣本的那個平均數的分配 它也是常態分配 那S-bar正負 就是以這個 它的平均數 因為它的平均數跟母體平均數是一樣 是μ嘛 所以把我的這個 這個樣本平均數的分配 它的平均值是μ 把μ正負1.96的標準差 那它標準差 是母體的標準差 除以10號 把它前面乘上1.96 就是它距離的範圍 就會得到這個區間 那這樣這個區間 它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機率是0.95 OK 是不是 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這個東西 你算出來之後 你可不可以再把它做一個代數的處理 當然這個課本好像沒有寫 反正 這個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拆成是 x小於等於μ對不對 加1.96的S-bar 這個其實就是S-bar 對不對 S-bar 這個就是S-bar 所以S-bar 小於等於μ加1.96的S-bar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做代數一項處理 轉過來就變成是μ大於S-bar 減去1.96的S-bar 是這樣 好 同理 S-bar但是小於現在是大於 大於μ減去1.96 那所以你把它移向過來 變成是μ小於S-bar加1.96 所以我上面這個公式 我可以再把它處理一下 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μ 剛剛你看啊 μ是S-bar減去1.96 但是 μ大於它 那μ小於S-bar加 所以我可以把它解成 就是μ大於S-bar減去1.96的S-bar 同時小於S-bar加1.96的S-bar 所以這個把它整合起來 就變成是μ小於等於S-bar 正乎1.96的S-bar over n 那這個機率還是都好 一樣是0.95 所以這個跟這個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是一個以S-bar為範圍去看 那現在是 範則是以μ來看 你看 μ會落在什麼 μ是母體的參數啊 不要忘記了 μ是母體的參數 母體的平均數 它會落在S-bar正乎1.96的S-bar裡面 那這樣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的機率是0.95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剛才這個意思是代表 剛才這個區間喔 懂不懂 最上面的這個機率所代表呈現的意思是 是代表這個區間的意思 那我把它上面那個區間 這樣經過代數處理 去得到這個結果 變成是μ小於等於S-bar正乎1.96 S-bar over n 那這個時候S-bar 假設我們今天已經 好 那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取樣點 S-bar 好 叫S-1-bar 那這個S-1-bar 就是代表這邊 S-1-bar 我把它正乎1.96的S-bar over n 就是我取樣取到S-1-bar 在這裡 那我把它正乎1.96的S-1-bar over n 它所得到的寬度 這個寬度跟這個寬度是嗎 是一樣的寬度喔 那這個寬度 有沒有涵蓋到我的母體的標準 母體的平均數 有沒有 有啊 好 但是我今天如果取樣一個S-2呢 另外一個取樣 因為取樣是隨機的嘛 它可能取到這裡 可能取到這裡 好 那我今天取到S-2-bar 我把S-2-bar帶進來 同樣是加減1.96的S-2 over n 它所得到的寬度 還是跟這個寬度是一樣 但是這個寬度 有沒有涵蓋到我的平均數 母體的平均數 就沒有啦 所以 同樣都是取樣 同樣都是取樣 但是有可能 它取樣 而且是同樣的寬度 同樣的信心水準 這個95 就是它的信心水準 信心水準 代表會決定它的寬度嘛 我們剛剛不是這樣講的嗎 那寬度就是從面積來的 同樣的寬度 你取樣S-1-bar 在這裡面的時候 它會涵蓋到我的母體 但是你取樣稍微外面一點 這個寬度就 就沒辦法 所以它有可能會包含 或可能不會包含 同樣都是什麼 同樣都是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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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寬度都一樣 但是它有可能 因為你取樣的數據是在這邊 所以它有包含 如果取到這裡 它可能也是不會包含 對不對 知道你們有沒有很清楚 可以看出來 所以它有可能會包含 或有可能不會包含 知道嗎 而結果是這樣 那休息一下 再仔細研究一下這個 這個公式